水钻面纱搭配胸前放大版的蝴蝶结充满个性美 三度公蛋的温如轩还穿上精品品牌 首次与演唱会合作出界的黑色礼服 在历经怀孕身子拿下金曲歌后以及疫情延烧 让原季7月开跑的演唱会延至12月登场之后 温如轩历时4年半终于再站上小巨蛋舞台 她也利用这段期间将节目修改升级 才打下2000万打造变形金刚舞台 依序转出四面不同设计 也代表演唱会四个篇章 这次是我有史以来最棒的一次舞台 超漂亮的 而且这个舞台也是最贵的 你知道这个舞台会转的对 所以你知道我就是导演说好走 然后下面就有10个人亮 50个对不起 你们相信吗 对因为我是说骗的 是不是你刚才有两秒的相信 开场在两层楼的高台弹琴也充满气势 只是温如轩却自爆 其实不小心弹错了 自己还忍不住偷偷笑场 我刚刚刚刚开始想 那是钢琴啊 到底是什么东西 歪到一个 弹错一个这种 啊 完了 然后就想啊 怎么办 哇 烂掉了 然后想说要重来吗 总可以 算了啦 随便 就这样 然后我就笑了 然后听到有一些人在笑 然后说不能笑 不能笑啊 好烦喔 刚刚 所以我跟妳讲 今天演唱会叫什么名字 阿弹 阿弹 因为没有每一天都很nice 就是 温如轩也笑说上次公蛋自己才52公斤 现在已经不想说数字 但还好不管身材怎么变 歌迷都很捧场 不管我多胖 你们都会说很瘦啊 这真的是很难的一件事情耶 减肥真的是太难了 尤其是生完小孩之后 那个体重他说 笃动就是不动 你不吃它也就不会动耶 后来我就成为了一个不良少女 我再也不量体重了 每天都活在那个 你们的网宴里面 然后拍照我都很爱用滤镜 什么原相机 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 我就是要滤镜的 我跟你讲 刚刚那个车一车的去靠很近 尤其是坐在第一排 往上拍的那个 滤镜给我用起来 谭温 谭游 凶 可爱的甄 Turns行 笑翻全场粉丝 当新生代 饶舌团体影子计划登场 合唱《我的菜》 聊个天又差点歪楼 static 我的天啊 我現在 你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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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 那時候專輯做我很趕 我說你們有空嗎你們寫歌很快嗎 男生不能說快 又來了 又歪掉了 可以控制 好 這麼厲害 很久很久 做事情 很多很多次 對不起 我卻向前讓你 走到恒人的夢裡 想落空 你這是一個秘密 經典抒情歌當然不能少 魏如萱的獨特嗓音 總能立刻撫慰歌迷 但當來到香格里拉 全場驚喜亮起手機登海 已讓娃娃相當感動 一度淚濕眼眶 身為歌後 魏如萱的寶貝兒子路易 也很有奶母之風 彩排時跟著他上台 抱著小吉他的模樣 也是架勢十足 他真的很想上台 他在家裡跟我說 媽媽我想上台彈吉他 然後今天彩排的時候 我真的有帶他上去 他不要下來 就怕正式演出時 兒子真的會霸佔舞台 魏如萱笑說 最後沒有讓他上去 還透露路易對他的舞台裝扮 也很有一套資質的審美觀 因為我有一直跟他說 媽媽等一下會變很漂亮 媽媽等一下會變太漂亮 然後就果然 他真的不喜歡 他就說 你喜歡媽媽平常的樣子嗎 他就說 對 他不想我穿裙子 我不知道為什麼 他 我有一次在家裡穿槳中 他就尖叫 然後爆哭 不要 身兼媽咪 歌手 演員 以及主持人的多重身份 魏如萱始終保持活力 充滿熱情 面對每個角色的挑戰 儘管偶爾突賊 苦笑不得 還是能用溫暖歌聲 以及魔力笑聲 帶大家一起 Have a nice day 一山虎下一整年 好運動 祝大家2022 男生威風像 小貓 女生可愛像老虎 在新的一年 記得要跟你愛的人 每天都要分身 愛老虎唷 好